2023年2月25日,毛素星光之力量,始终保持高振动,传导Michael Love,一辙,扬声传导。 向新地球的星际种子发出特别资讯,立即进行行星广播,国往今来,毛素星人给人类带来了鼓舞人心和充满希望的资讯。 今天我们给你们这个关于个人振动和扬声的特殊毛素振动,现在开始传书。 伟大的一门,地球人类是45万年前由来到地球的高级第五维度遗传学家创造的。 这些第一批地球人类被创造出来时,12条可能的DNA链中只有两条被启动,产生了较低的意识水准。 这两种DNA地球人是这个星球上的土之人,他们的后代今天居住在地球上。 然而,另一个物种后来出现了,并开始在地球上与原生人类共存。 这个其他物种和地球上的人类一样,然而,它们并非源自地球。 这些其他世界的人类来自第五维恒星系统,以帮助地球人类进行有意识的进化。 这些仁慈的星人被称为星种,它们不亚于人类形态的天使。 人类被创造得比天使低一点,但却被冠以荣耀和荣誉。 第五维度的星际种子再来到地球之前就知道,帮助提升地球人类振动水准的最佳管道是融入其中,从内到外提供这种帮助。 星子们同意降低密度,并降到较低的物质领域,化身为地球原生人类的孩子。 这一降临地球的过程涉及到一个关于旅程本身,关于真实的自我的梦境。 此外,星子们同意以没有更高超自然能力的智慧开始它们的地球之旅。 今天,地球上大约有45亿颗恒星种子。 然而,由于它们与三次原人类生活得如此之久,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它们的本质。 一个星际种子肯定比不上一个本地人,只是它们通常有一条额外的主要DNA链在活动,它们在更高的意识水准上运作。 这种物种的差异可以通过人的意识察觉到,因此,年轻的星子通常是人类家族的害群之马。 它们通常觉得自己不适合,或者觉得自己一定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个人意识的发展,这种不同背后的真相被揭示出来,然后一个人接受,甚至开始拥抱真正的自己。 你们是一个神圣的存在,为了一个伟大的使命来造地球。 你们在地球上帮助人类进化意识,并与它们一起完成这个过程。 作为地球集体的一部分,你们正在努力将自己的存在进化回你们开始的更高境界。 毫无疑问,这是宇宙中游史以来最艰难的任务,在你们来之前你们就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切。 在你们开始你们的地球任务之前,你们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包括你们在这里经历的每一个细节。 你们计划了会发生在你们身上的美妙的事情,你们也计划了不那么美妙的事情。 有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给自己制造困难呢? 我们知道答案,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帮助你们制定计划。 你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你们所处的完美状态中,没有二元性或对比性。 你们希望体验第三维度的二元性和对比性,看看你们将如何克服它。 你们意识到降低一个人的震动等于痛苦和苦难。 你们首先考虑到了减轻他人痛苦的好处,所以在你们沉思之后,你们代表全人类和宇宙本身做出了勇敢的牺牲。 然后你们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和所有其他人一起跳了起来,从天上跳到地上。 你们下来了,你们在这里,坚强地站着,战胜整个世界。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以来,你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变化。 你们不仅提高了你们的震动水准,并将你们的存在进化到更高的意识意识水准,而且还提升了整个领域的震动。 毛素心人有一个简单的基本教义,那就是永远保持高震动。 高震动是有意识进化和扬升的基本要求。 除了这个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的震动水准足够高,他们就可以获得不亚于超自然的能力。 他们将能够随意转换到交替的现实中,身体可以变得不小。 这一切只是开始,什么是个人高震动呢? 这只是一个人亚原子频率的加快,这允许更高的意识水准。 这种强烈的氛围感觉如何呢? 这种高度的感觉是最美妙的感觉。 这是你们坠入爱河时所经历的那种感觉。 这是你们听一首很棒的歌时的感觉。 这是一种觉醒和失落的感觉。 这是当你们处于流动和趋于忠实的感觉。 这是当你们的脊柱因愉快地寒颤而刺痛。 当你们的眼睛里涌出泪水。 当你们喉咙里肿起来时,这是宇宙中最高的感觉。 为了提升到更快速震动的维度,并能够感知和体验它们奇妙的现实, 你们必须参与某些将新增它们存在震动的实践。 没有什么比提升一个人的情绪更重要了, 因为一个人可以达到惊人的完美水准。 最终,这种完美无止境, 这里是加速你们内在震动的主要扬声科技。 你们变成了你们所吃的, 所以摄取高震动的食物是光之身体发展和提升所必须的。 黄金法则总是吃天然能量食物,被称为超级食物。 超级食物含有最高的震动能量和营养水准, 并促进人体的最佳细胞功能。 经常饮用大量纯天然的水, 富含美、甲、钙、钠和其他微量矿物质。 另一种提高细胞振动和提高意识水准的有力管道是在自然中。 如果你们注意到, 你们会发现一切强大、美好和健康都来自大自然。 大自然散发出生命本身的领域和本质。 知晓这是大师的知识, 大自然会将你们与宇宙的力量联系在一起, 疗愈所有困扰你们的一切。 所以只要靠近它, 太阳瑜伽又名太阳凝视, 是一种快速而有力的管道来新增你们的震动。 太阳瑜伽被称为费陀瑜伽、费陀法、 古代雷姆利亚称之魏光瑜伽。 古代的太阳瑜伽通过人眼接收智慧的宇宙资讯。 宇宙就是心灵, 冥想是用来操作它的工具。 深度超越冥想是提升一个人振动的主要而有力的管道, 及大地扩展了意识水准。 冥想也能产生深刻、 有形的疗愈效果。 许多冥想大师可以在几分钟内疗愈患病或受损的身体部位, 不仅是在自己的身体里, 也在别人的身体里。 此外, 超越冥想可以完全重新诚式设计潜意识, 并允许任何人可以想象的事物的快速物理表现。 冥想创造了特殊的意识状态, 允许直接进入潜意识。 潜意识控制着几乎所有的物质生活, 是所有物质表现的源头。 练习想象和专注于你们的渴望, 同时冥想, 以大大提高显化技能。 水晶是强大的自然扬生工具, 以不同的管道调节以太能量, 以造福于身体的经常, 谅解晶体的不同结构和功能, 并将你们的最爱放在身体电磁场附近。 神圣的呼吸法式深度冥想的前奏, 是快速提升振动的有力方法。 缓慢而深入的吸气和呼气 会改变一个人的脑电波或振动频率, 这是进入不同冥想意识状态的诱导。 这种缓慢而深呼吸的管道 也是一支最快的身心康复科技之一。 声音是另一个强大的提升工具, 可以直接提高振动水准。 声音是一种主要的意识创造力量, 可以用于不同的提升管道, 包括音乐、歌唱、咒语、圣歌、 有力的话语、积极的肯定、调色和双耳节拍, 就像一个共振音叉,身体的DNA会将自己调携到不同的声音频率、 艺术形式、能量的运动以及富有创造力或创造事物 也是提升一个人真动的有力管道。 作为一个神圣的创造者, 当你们在创造时, 你们是最一致和最充实的。 这是因为, 作为一个宇宙的创造者, 这是你们的基本本性, 毛素心人认为光是资讯, 而黑暗只是缺乏资讯。 为了拥有光明, 成为光明, 每天都要花时间在许多主题上获得神圣的知识, 获得神圣的知识会新增你们的振动并扩展意识水准。 最重要的是, 玩得开心, 要一直玩得开心, 让我们面对现实, 如果某件事对某人来说不有趣, 那么他们的振动很低。 在我们这里提出的所有建议中, 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对待这一切, 并从众获得最大的乐趣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这不好玩, 开始让它变得有趣, 无论你们在做什么, 每天都要开怀大笑, 尽情玩乐, 我们想不出比这些话 更能告诉你们的了。 只做你们喜欢的事, 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刻, 充分的生活, 因为这是生活的全部目的。 做你们喜欢的事情, 做让你们感觉良好的事情, 会让你们细胞中的每一个粒子都比光速更快的加速和旋转。 扬生需要爱, 爱是最高的振动, 用你们所有的力量和你们所有的存在去爱, 全心全意地爱自己和他人, 因为这符合宇宙的所有法则, 你们只有付出才能得到这是爱的秘密, 给自己一些美好的东西, 为自己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爱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封锁和保护自己免受低毒性能量的伤害, 学会说不, 并在你们的生活中建立一些新的安全能量边界, 不要让较低的能量, 包括有毒的人, 环境毒素和三维基植毒素进入你们的空间, 你们是整个宇宙中最高的存在, 所以开始行动吧, 在你们的管道上保持主权, 亲爱的医们, 感谢你们在这个时候来到地球来帮助全人类, 我们为你们的努力和勇气以及你们所取得的一切喝彩, 你们的存在改变了这个世界, 没有你们, 这里就不会有高振动, 为此我们感谢你们, 从上面的教导中找出一个振动清单, 看看是否有任何方法, 可以将振动提升一点, 你们会很高兴的, 继续做好你们的工作, 因为它在工作, 想象一下, 当这种高氛围的想法流行起来时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告诉你们, 它越来越流行, 所以不要停下, 来, Godspe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